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是哪里 叫庶人书院 庶人书院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对 表示很重要的教育场合 那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典故呢 其实这一个庶人书院 本来叫做朱子池 是在保安宫里面的 保安宫在那个时候 我刚才讲的是同安人 这边有陈维英老师 他认为说那个空间比较不够 所以后来在这边大家聚之 在这边盖一个书院 等于是私塾的地方 可能那时候闻风鼎盛 拜人越来越多 都挤到保安宫随间不同 干脆就移出来 那老师要带我们进去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好了 因为这边真的有很多的 祭祀的习俗 比较特殊 在国外可能我们也看不到 我们现在看到了有很多的贡品 然后这个贡品 当然在我觉得是在台湾很特殊 其实早期你假如到文庙 或者到那个 我们今天讲说 是祭祀这个空子的地方 大部分都会拿葱跟蒜 葱叫做聪明的意思 然后蒜就是 比如说是那个会蒜 蒜术 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叫芹菜 就是勤劳努力的意思 你假如聪明又勤劳努力的话 考试对你拿来什么问题 我以为是孔子爱吃葱姜蒜 就不是了 所以说这样的情形之下 就有人拿葱跟芹菜来拜 但是后来我们因为就是时代一直在改变 他现在有放水 其实那个叫做思绪泉涌 就是表示他在 因为我们有作文啊干嘛 他能够在 写作文的时候就文思泉涌 文思泉涌 这很重要 然后还有凤梨 就是好的彩头 很多东西有拿菜头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有一个意义存在 但是在台湾 也没有人去拿乌龙茶来拜 因为我今天讲说摆乌龙 在考试的时候真的很长 千万不要 对对对 所以有很多东西 有一些禁忌啊什么东西 你就用谐音就好了 你就知道用什么东西来祭祀 文昌立军 其实他们这边的话 都会营印这些准考证 然后因为现在的机器 都越来越好 那个叫做营印机 有时候彩色营印 上次好像有人应该是 把正本放在这边 拿副本回去 然后赶快来换 来找妙龙 到底有没有收走 所以说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越来越进步 很多东西你要越来越小心 要搞糊涂了 是是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贡品 真的很有意思 像老师刚刚讲的 这个矿泉水啦 吻丝泉用啦 是 然后它 往来 可能就让考运旺一点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很多这个 我们不要自如好了 有些包装真的也是很有意思 对对对 然后准考证 就是说 刚刚老师有讲说 是不是要把自己的身份 跟目的讲清楚 我要考什么 因为现在考试很多嘛 以前很简单 就是 就是考举人考技术 现在不是啊 你可能要考技术类的证照 你可能要搞不好考驾照 然后考英文的 对 考学历的不一样 所以说 要让文昌帝君清楚说 你到底要考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来这边的时候 你会看到 诶 文昌帝君应该是汉人啦 为什么他 诶 英文也懂 中文也懂 或者其他的 外交的语言也懂 对对对 其实他就是一种 教育的体系 就让我们多样化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这边 尊敬这种儒家的思想 让我们 这中校仁爱心意和平 或者礼仪廉恥 永远保持在那个 这种精神能够传承 对对对对 另外我来看一下这后面 现在有很多的 学生 心心学子 他们也是一样 其实老师有时候带他们来这边 类似校外交学 或者来做这样的仪式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状况 真的 因为真的不简单 因为你到其他地方 可能都没有什么机会 能够有这样的 教学相长的方式 来更了解 当地的这些士绅 从以前到现在 一直都在努力的 为这些下一代在着想 你要有更好的 教育的水准 教育的生活的品质 其实我们从 刚刚我们前几集 我们看到孔庙 或者是到现在文昌军这边 我们都会发现说 以前的前辈都在 在为我们后代的教育 很努力的留下一些种苗 就是我给你们环境 我给你们地方 只要你们能够学习 让我们可以 这个民族能够更进步 文化跟教育能够传承下来 所以其实大家都一直在 为这个地方来做努力 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种精神 对不对 是 是 好 那老师我们看一下 中间就是 我们主位就是文昌帝君 是 所以说要考试要祈求顺利 要文运的话都要来这边 请他帮忙 好 明白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需要考试顺利 或家里面有小朋友在的 要考试顺利的话 其实就可以到我们这个 大同区这个地方 素人书院来祈求 学业进步 对 而且很方便 素人书院到孔庙很近 两边都可以拜拜 对对对 就可以考验很旺盛 是是 好 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来到大稻城迪化街 可以看到许多南北杂货 干货与中药铺 也有很多精致的文创商家 新旧并存的商店街 以及独特的建筑风貌 不管是拍照打卡 还是逛街采买 总之就是很好逛啦 走走看看 来到这家中药行 生意特别好 我们就来问问老板 有什么独门秘方 能够让顾客络绎不绝呢 好 我们城市走渡单元呢 今天来到成天下这个中药铺 那听说这个老板 已经要传承到第三代了 那我们就请我们的 这位第三代的老板刘先生呢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家店 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可以传承到第三代 而且到现在 生意都还是一直都很好 那我们就是请 刘先生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20分钟 嗨 您好 我是成天下药食库的第三代 我叫刘敏 然后我们成天下药食库 主要都是 我们是以重要批发商做起家 那我带你来供一下 我们的门事好不好 像您走到的这一区 是属于比较茶饮类的 包含像很多各式花茶 花茶系列 然后还有像我们这些 都是我们配的健康茶饮 所以花茶现在也是很 很受女性欢迎的 哦不只哦 因为我们花茶是希望说 它除了好喝以外 那我们身体也是可以做一些保养 对 譬如说像我们的红玫瑰花茶 它除了有玫瑰花的香气以外 它也可以做像烘焙 那它也可以像女生喝的话 对血液循环也会很好 对 然后包含像我们也有桂花 洋甘菊 然后菊花 对 然后我们也都会经过荣药的检验 那喝的 就是你要泡来喝 或者是你要煮来吃都是 很安全无语的 所以这些原料都是可以 让人很放心的使用 对 都是可以很放心的使用 对 然后又很干净 没错 然后像我们旁边这一柜 就是我们最擅长的 就是我们的药膳包 所以你看像我们这边 药膳包就是有做出 很多十几种不一样的口味 就是现成的药膳 对 就是就不用再去中药货里面抓 就直接拿回家这样子 没错 那像我做的药膳包就是 我就是故意配一个 适合一个小家庭的一个 水量 可能刚好煮一锅 对 那我就是煮一锅 那无论你是一家三口一家四口 都很适合去吃 对 那药膳包不用去想说 好像是以前传统的 就是说你要炖药煎药的那样的吃法 不用那么复杂 那我配我是希望说 你简单的用电锅去烹煮就可以了 用电锅吗 用电锅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它当成是 现在我们煮火锅嘛 你把它当成火锅的养生包去煮也可以 然后放入你喜欢的食材 对 那我主打就是说 除了要好吃以外 当然要健康 天气比较冷的话 像我们有一个招牌 叫做益气补血汤 那它是属于比较温补 那天气冷的话 你去吃它 它可以比如说第一个 防手脚冰冷 增强免疫力 对 然后促进血液循环 补气补血 那同时也不会说 因为吃了太多 而去照热的感觉 对 那它的煮法就有很多种 就除了说电锅以外 然后当火锅的料理包以外 那我也经常跟客人讲说 你也可以 如果你是吃素的人 你就加一些素食的食材也可以 或者你单纯 我只想要吃面线 你用这个汤去做面线 再加简单的调味 就很好吃了 然后像你看到的这一柜 也是我们卖的非常好的香料区 那我们这边香料有非常多种 那我们主打的就是说 天然新鲜 我们自家研磨 所以您吃到的香料 一定都是100%是纯天然 对 那都是自家研磨的 都是我们自家研磨的 所以很多我们客人来 他会 我要献大副 对 就是他们从外面经过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哇好香哦 可能有时候当天 我们在磨白胡椒粉 或花椒粉都有 对 那我们这边就是有配大罐跟小罐 也是适合说 我量可能没有那么多 对那另外当然如果说 可能商家他们是在做生意的话 我们当然也是有那种大包装的 对 了解 你看像我们这边有很多成家上面 都是有包一些小包装 适合一些可能家庭用的啦 就我的使用量没有那么大的客人 他们就可以用得到 而且不要小看我们这些小包装的香料 我们都是有进行挑选过的 所以其实 虽然是小包他担价不高 但是他每一个值都很好 对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有杂质 也不喜欢有那种 坑坑洞洞的药材这样子 对 所以光是香料应该就有几十种了 对 其实还有更多啦 只是因为摆不下了 对 那所以我们摆出来的通常就是 比较属于比较 用途比较广泛的 然后比较 还有一些秘密的配方要在私下询问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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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如果说您在我们家上 或在我们门市没看到的 你也可以跟我们直接询问也没关系 对 因为香料这东西其实很奇妙 它你一样的香料 你在做不同的料理 不同的温度 它所产生的气味变化也会不一样 对 真的是这样 没错 就是我希望说 真的是要懂的人才知道怎么使用 好吃也可以跟健康化上等号 这样子 对 好的 然后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属于比较说 蜜餞区 比如说很多小朋友喜欢啊 或者是很多可能长辈他们喜欢就是 吃一些蜜餞橄榄啊 或者是水果干都在我们这边 所以蜜餞的原料其实也是相当丰富喔 就是有根果类也有水果类的 对其实基本上一些大家比较喜欢吃的水果类的 我们都会有 那像有一些如果说它化学添加物很多的那些料 我们可能就不会卖了 对那我们尽量都是说用天然的水果去烘干 对然后就是好吃 其实你只要水果新鲜你就可以直接吃了 没错 嗯 你看像我们很多像我们橄榄也都卖得很好啊 包含像我们的招牌芒果干还有番茄干也都很漂亮 有没有 对 所以光是橄榄就可以有好几种口味 对像光橄榄我们就有中药黑橄榄还有甘草橄榄 那又有分油脂跟五脂的那口感都不一样 哦 对每一种都有每个人的喜好 了解 所以其实油一般人会觉得五脂的比较方便啊 那油脂它的保留那个脂是有什么用途 因为油脂跟五脂它的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哦 对那五脂会比较软一点点 油脂会比较Q 像中药橄榄它是属于比较偏甜的 那干草橄榄是属于偏危险的 对口味都不一样 那各有各的喜好 对像有些人就是我就是喜欢吃中药橄榄 对不一定 那吃橄榄它有什么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哦吃橄榄其实就是固味啊 哦 对那主要当然是好吃啦 然后身体没什么负担 哦 对 了解这就是从古早传下来的健康的零食这样 没错其实只要关于一些很多古代它们的一些零食啦 还有一些像 呃 关于中药材比较接近的一些果干我们都会卖 对吧 你看像我们这边有八仙果啦 还有鲜渣丸送橙丸这些都是 嗯 像很多你还记得像小时候我们可能不敢吃药 可能觉得药很苦那妈妈都会让我们含一颗鲜渣饼 或送橙丸去让我们敢去吃药嘛 对对对对对 其实是这样来的 了解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地龟这边的坚果区 哦坚果现在也是大家也都是很养神都是 就是开始热门的在吃坚果 是因为我发现现在啊 其实大家对健康意识的抬头越来越明显 而且越来越多人就是吃的健康 然后也有多运动嘛对不对 所以其实坚果的血量一直都很大 那我们坚果就是基本上 大部分所有坚果都有的 但我们也有大包有小包 那我们坚果也都是一定是要新鲜 绝对不能有像什么油耗味啦 或者是一些那种粉状 就是那种丑丑的这样子我不喜欢 对 所以你每一包就是每样的包装 看起来都会很干净 虽然没有说过多的滑丽的包装去装饰 但是我们一看就会知道说 它的质量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包装都是全透明的 所以这些坚果的来源就是 我们都会标在上面 像我们有很多像夏威夷就是澳洲的啦 新人果核桃都一定是美国加州的 对 那也有 当然也有像增果是土耳其 蔓越美就是加拿大 所以每一个国家 我们会希望说你 这个坚果在哪个地方最好吃最新鲜 那我们就会从那边去进 在大稻城迪化街 不只可以看到特有的怀旧街区风貌 清旧并城的商店街 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品 也让人忍不住住足停留 我们访问到这家 从传统中药铺成功转型的药食铺 来看老板如何抓住顾客的心 我为什么会把这些东西放在 钱柜这么明显曝光的地方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妈妈喜欢 对那你会发现像我们钱柜的每一样东西 它都是有关联性的 像都是跟厨房有关的东西 像譬如说我炖汤可以 你看所以我们有卖香菇 那也有卖像金针、虫草、红枣、枸杞 这些都是比较跟厨房有关系的 最常厨房需要使用的 对 没错 所以其实很多妈妈她一进来 其实不用再绕一圈去找 反正就放在她的眼前 拿来也很方便 对 没错没错没错 那前面这边大多是属于比较食品居多 对都是可以可能煮来吃 或者是直接吃的 没错 所以像你刚刚有说 这边就是县城可以拿去炖煮啊 是 像这个就是我们招牌做的药膳包 那也都是我们自己调配 然后我认为说最好吃的口味 也是经过无数次的测试 譬如说像比例也好 浓度也好 很有味道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说 你吃的对身体也要很好 对 不要说吃的好像会寒或燥 那个就是不对的 就是吃下去都是很温和的效果 对 就是中药很重要 就是说无论吃下去一定要温和 如果说你吃下去好吃 但是你吃下去是让你的身体体质变得寒冷 或者是燥热 那就是不对的 对那也适合每一个人都能吃 不论长辈老少 或者是年轻人大家都能吃 所以这些法在这边的这些 就都是就是你们长期以来的热销款这样 那我们刚开始的种类没有那么多 那后来我们就会有客人就是敲碗说 我想要做像我们新上次这个叫 鱼香清汤 他想要做海鲜汤 那我们就特别研发出一款 适合做鱼的海鲜类的 虾子也可以的药膳包汤头 因为我相信市面上应该比较少人有 配像海鲜这种的比较少 对那刚开始像很多像药炖排骨 羊肉卤肉骨彩鱼都是很多客人敲碗 我们才把它配出来的 然后后来是没有想到说 其实反应都还不错 对就是好吃那又健康 而且很多会怕中药味大的小朋友 很多都能接受 就觉得很香 然后不会说有那种很重的 就苦苦的中药味 就是会有点颠覆他们对中药的印象 就说哇中药也蛮好吃的啊 这样子 对对对对 没错 哇这边还有这个热红酒 对啊这个热红酒也是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 有没有 对然后才配出来的热红酒香料包 它原本是 好像它原本是国外的 是 热红酒它源自于像欧洲那边发展过来 那当然欧美他们比较流行 是因为他们比较看重像 Halloween啊圣诞节 对那他们那边冬天也会很冷 所以他们很盛行这个东西 那后来开始慢慢的才流行到我们亚洲 然后你们也是因为呼应客人的需求 是像热红酒客人敲完一年多 因为去年我真的比较忙啊 所以一直都没有时间去试验它 调配它 那今年终于把它给弄出来了 对 哇这些都是你自己就是亲自研发的 是没错没错没错 像热红酒它我觉得有一个很主要是说 如果你看你除了要好喝以外 我看了也要漂亮 我喝了心情才会好啊 对不对 你看像我搭配的像颜色 还有我怎么去摆放 我每一包都一样 你看像我们的冰糖一定是在最下面 肉粿一定是在横的在中间 玫瑰在右边 你看我们每一包都一样 玫瑰在左边 这些都是有经过设计的 了解 哇连这个摆放的方式 都像包礼盒一样很慎重 会比较费工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客人他第一 可能低眼的印象 或者是他第一手拿到的感觉 我在还没煮的时候 我看了心情就很好 那当然在煮了之后 又更好喝 那不就是两全其美 客人就会屌住了 所以就是不只是这个 他的药衫 不管是药衫包还是热红酒 这些配方 不管是他的特性 他吃下去的效果 就是你们也是从 就是从客人的第一眼的 视觉的观感 就已经开始在设计到了 是 其实我在经营这家店的 最大的方向 其实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 这样仅此而已 对没有说去做过多的一些 可能装饰那些 其实我就不需要 只要你满足客户的需求 客人自然会上门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当然你的品质的管控 要管控好 东西的管控要管好 就是不可以有坏掉的 或者臭掉的 都不行有 对那包装就是 你会发现都是很明亮的嘛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品质的好坏 对因为人那么多 总有那么的 一两%是专业的人士 对不对 所以当然一定要老实 对 你东西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没错 所以这就是呼应到 你们的这个 这个叫电讯吗 还是 一城天下无南市 那个 其实那个匾额是 从我阿公那时候 就留下来了 对 然后 也算是我们家庭的祖讯 是 祖讯 那我后来就觉得说 我何不如把我的祖讯 把它用在我的店名上呢 那 那时常可以提醒自己 一城天下无南市 不论是自己在低潮期 或者是在有遇到困难 有问题的时候 都能迎任何的结 对这是我比较希望的 那也希望说 阿公他随时都可以 陪伴着我 在这家店一样 对 那你们店的话 应该就是一般素食者 也很常会需要来采卖 对 非常喜欢 对 那其实像 有药膳的香气 是 那像我们这些药膳包 你看虽然它命名叫 羊肉卤姜母鸭烧酒鸡 好像是荤食 对不对 其实它全部素食者也都能吃 只要你不加肉都可以 加入你喜欢的食材都可以 没错 月子补专家 其实也是我们的专场 那他们像月子补的配方 是从我妈妈那边去调配的 那我们一般都是做线抓 对 因为女人一年 就是一辈子就是怀孕那么几次 对不对 比如说你生一个小孩 那就是一次 那你就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去把它补回来 红花算是蛮高级的药材 都是从西班牙来 或者是在伊朗 那边比较多 从国外这么远的地方进口 是而且在台湾买还比你在当地买便宜 为什么 他们就是这样 在当地买来比较贵 对你看到像红花它这个很特别 它这边有很多支柱头 对不对 它其实你一朵花里面 它其实我们在采收的时候 它只有三根 但它这个腰部位就在它的柱头上面 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药材 你看光很多 你要去收成 那个工费 其实就要花很多 时间在上面 对 那像我们 自从改装之后 很多客人都会忘记说 我们好像不是中药 其实我们是中药提法商 所以我们都还是会放一些 你看像人生虚 黄金天麻 有没有 甚至左下角那边有党生 黄芪当归 对不对 像这些都是可以 像很多客人 我自己有我的配方 要炖它 那他就是 可以直接买这些 原料 他自己去煮 也是有这样子的科学在 对 你看这边我们的茶包系列 基本上 我们从头到脚都会保养到 你看像我们这边很 像我们最近 这一两年卖很好就是 明目茶 因为手机的盛行 有没有 平板的盛行 或者是我们上班族 都在电脑桌前面 眼睛会疲劳酸涩 这个就卖得很好 像有顾眼睛的 然后还有 民意力的 血液循环对胃的 排斥的 饱肝都有 像我们也有美滋茶就是 帮助代谢 健康减肥 对 时代一直在变 而且变得很快 你看像这一次的疫情影响到很多 你知道很多在 本来都要外面上班的 都在家里上班 也改变了很多人 可能像现在外送平常也是生意很好啊 可能即便你疫情退烧了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 这个其实也是消费模式改变的一种 中药铺第三代老板 认真回应客户需求 不断研发创新商品 对品质严格把关 也因此对自家品牌信心满满 在这里 我们看到传统产业的创新精神 也看到老板将从前的药膳饮食文化 延续下去的用心